欢迎大家收看加拿大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温哥华岛上的天文观察者欢呼雀跃 因为云层为日时让开了道路 周六在密西沙加举行的 钦巴勒斯坦示威活动呼吁停止对加沙的轰炸 杰格米特 辛格在新民主党代表的批准投票中 并没有如他所愿 他最棘手的一次舞蹈 涉及与特鲁多达成的协议 请大家收看 温哥华岛上的天文观察者欢呼雀跃 因为云层为日时让开了道路 加拿大CBC 在加拿大维多利亚附近的一个天体物理观测站 有一百多人聚集在一起 他们有幸在周六看到了部分日时 虽然天空被云和雾部分遮挡 但在短暂的时间里 天空放晴 日时变得可见 下一次在北美可见的完全日时将在2024年4月8日发生 尽管天空多云 但周六的部分日时在温尼泊可见 加拿大CBC 周六 大约有300人聚集在温尼泊的阿西尼泊英公园的德利范部分的观看了日环时 曼尼托巴博物馆与加拿大皇家天文学会RSC合作举办了观测派对 尽管天空多云 但在上午11点30分左右 公园内的人们还是能够看到部分日环时 在温尼泊 日环时在上午10点30分至下午1点之间达到高峰 月亮遮挡了太阳的约42% 现场评论 麦当纳的庆祝巡演在伦敦开启 此前曾因健康问题受阻 多伦多星报 麦当纳自六月份患上严重细菌感染以来 进行了她的首场演出 这位流行巨星在伦敦O2体育馆开启了她的庆典巡演 麦当纳在演出中谈到了她的健康危机 她说自己经历了一个疯狂的一年 她的医生们认为她活不过来 她还提到了中东持续的战争 并呼吁集体意识改变世界 带来和平 麦当纳已经重新安排了她的北美巡演 将于12月开始 阿尔地亚、拉吉、杰格米特 辛格在新民主党代表的批准投票中 并没有如她所愿 她最棘手的一次舞蹈 涉及与贾斯汀、特鲁多达成了协议 多伦多星报 新民主党领袖贾格米特 辛格在党的大会上获得了81%的支持率 这一结果低于预期 且较之前的结果更为疲软 辛格试图对这一支持率进行正面解读 但代表们还通过了一项决议 限制了她在医疗谈判中的手脚 该决议指出 继续提供信任和支持 将取决于政府立法承诺 推行全面公共的普惠药物保健计划 这意味着辛格在与自由党的谈判中 可能失去了一些溢价能力 莱彻点燃了阿鲁瓦特队的反击 埃尔克斯队在主场以35比21落败 多伦多星报 蒙特利尔英武队在加拿大橄榄球联盟 CFL比赛中以35比21逆转 埃德蒙顿麋鹿队 从上半场21-3的落后局面中赢得比赛 转折点出现在詹姆斯 莱彻尔·James Watson Jr.在上半场结束前 仅剩8秒时将一次位中的尝试踢球回传125马得分 莱彻尔表示他感觉自己跑了超过125马 英武队在第二节的3分21秒内得到23分 取得了领先 麋鹿队在上半场占据主导地位 前四次进攻中就取得了三次touchdown 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未能再得分 这场失利让麋鹿队的总经理兼主教练克里斯 琼斯·Chris Jones感到沮丧 他表示他们在一截半到两截的比赛中打得很糟糕 导致了失利 英武队目前已经连胜四场 并以10胜7负的战绩稳固了CFL东部分区的第二名 克里斯蒂安 普利西奇打进了一个绝妙的进球 但美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对阵德国的比赛中失利 华盛顿邮报 美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3月26日的友谊赛中以1比3输给了德国队 这次失败凸显了美国队的年轻和脆弱 但也凸显了其成长的潜力 在2026年世界杯主办权规北美之前 国家队需要提高并学习 以与世界顶级球队竞争 这次失败还揭示了美国队需要在能够全力竞争90分钟方面进行改进 周六在密西沙加举行的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呼吁停止对加沙的轰炸 多伦多星报 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密西沙加的庆典广场 表达对加沙冲突中受困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并要求以色列停止对该地区的轰炸 这次集会由多伦多支持巴勒斯坦组织 行动支持巴勒斯坦组织和巴勒斯坦青年运动等团体组织 参与者手持标语和巴勒斯坦国旗沿着联邦大道游行 类似的抗议活动也在美国的休斯顿和洛杉矶等城市举行 密西沙加的人群超过一千人 抗议活动最终蔓延到周围的街道上 美国人仍然被困在加沙 因为美国撤离协议出现问题 华盛顿邮报 美国政府已经谈判达成一项协议 允许美国公民在周六的五个小时内离开加沙 进入埃及 然而巴勒斯坦和埃及官员未能就开放边境进行沟通 到了当天结束时 没有人能够过境 埃及媒体报道称 开罗只会允许外国人过境 如果援助物资能够送到加沙 以色列表示他们将打击任何过境的卡车 尤其是运载燃料的卡车 以攻击为前提 以色列加大呼吁加沙居民离开战区的力度 纽约时报 在周六 以色列军队在与加沙边境附近集结 准备坦克和弹药 由于该地区缺乏水和其他必需品 人们担心即将发生地面入侵 导致北加沙地区出现大规模撤离 联合国表示 近一百万加沙人已经逃离加园 在以色列 军方表示周六将继续扩大行动范围 包括从空中、海上和陆地 进行综合协调的攻击 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湖访问了准备进攻的以色列士兵 周六下午的视频显示 内塔尼亚湖问士兵们 你们准备好迎接接下来的事情了吗 在边境的对面 有居民开车、坐马车和步行逃离 逃离北加沙地区预期入侵的人们 在南部努力寻找食物、水和住所 联合国专门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援助的机构负责人 菲利普、拉扎里尼表示 停电和缺水已经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被迫离开家园的家庭挤进学校和医院 而其他人则挤进朋友和家人的房子里 提湖队在以35比21击败迷鹿队的比赛中 开局缓慢 但最终迅速反弹 多伦多星报 蒙特利尔英武队在周六的 加拿大橄榄球联盟比赛中 以35比21击败埃德蒙顿迷鹿队 英武队连续赢得了四场比赛 他们在上半场以21-3的落后情况下 实现了逆转取胜 詹姆斯、莱彻尔、朱尔回传了一次 125马的触地得分 科迪、法哈多传球258马 泰森、菲尔波特接到了 英武队的一个触地传球 迷鹿队在上半场占据了主动 但英武队的逆袭打断了他们的势头 英武队以十胜七负的战绩 锁定了加拿大橄榄球联盟 东部分区的第二名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在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一系列不同的事件 从天文观察到音乐巡演 再到政治和体育 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天文观察 温哥华岛的观察者们 在云层让开的瞬间 看到了部分日食 虽然时间很短暂 但他们仍然感到非常兴奋 这再次证明了天文观察的魅力 即使在困难的条件下 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美丽的天象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麦当奈的巡演开始 她在遭遇健康问题之后 终于能够重新上台演出了 她不仅谈到了自己的健康危机 还呼吁人们改变集体意识 为和平带来贡献 这再次提醒我们 明星们不仅仅是娱乐我们 他们也有自己的声音和观点 然后我们谈到了 加拿大的政治动态 新民主党的领导人 在代表投票中 没有达到预期的支持率 这可能会影响她在未来的谈判中的地位 这再次表明 政治世界是变幻莫测的 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走向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加拿大橄榄球联盟的比赛 蒙特利尔鹦鹉队在一次精彩的逆转中 击败了埃德蒙顿麋鹿队 这场比赛再次证明了运动世界的不可预测性 任何队伍都有可能在比赛中翻盘 最后 我们来谈谈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加拿大的不同城市 表达对加沙冲突中受困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与此同时 以色列军队也在加沙边境集结 准备进行行动 这些新闻再次提醒我们 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仍然存在著冲突和不安定 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总而言之 今天的新闻充满了不同的故事和事件 从天文观察到音乐巡演 再到政治和体育 这个世界总是多姿多彩 请大家加入讨论 告诉我们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线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葛众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